真正睿智的女人遇到事情时都这样处理 一个聪明睿智的女人 遇事都是有自己的想法和处理程序的 聪明的女人就会善于处理自己的情绪和身边的事情 一 遇事平静 冷静沉默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首先要平定的就是自己的心情 遇事冷静处理 告诉自己要沉着 只有自己心静了 才会想到处理事情的最佳办法 有些事情也要平常心看待 不要过多的给自己压力 该沉默的时候就沉默 没必要向全世界的人解释 做自己就很好 当你学会冷静处理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原来有这么强大的气场 二 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要想当初 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没办法操控的 既然已经发生了 那么我们就只能试着接受 只有当我们很平淡的看待事情的时候 我们才能做到内心的淡然 每件事都有不同的选择 已经选择了我们要坚定自己的目标 即使偏离轨道 我们也可以自己试着调整 把每一个选择都当成人生的一个路口 我们只要往前走就好了 三 保持内心的单纯 可以偶尔熟气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保持初心和内心的东西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可以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活在当下 不为将来 不念过去 有时候单纯就很美好 也可以偶尔熟气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让自己的人生也充满乐趣 四 理性思考 乐观生活 一个人要有自己的思想 保持自己乐观的状态 不会轻易被他人情绪左右 可以在繁杂的事情中脱离出来 依然有积极向上的勇气 预示理性从容 不会一味地去抱怨他人 而是通过自己的改变 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聪明的女人都是这样的修炼成的 所以一个优秀的女人 都是通过自己的成长历练来的 做一个让自己都折服的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